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要領 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 蘭花欣賞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今天這個影片呢 安格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顆迷你型的蝴蝶蘭 那這一顆蘭花呢 它也是一顆超市蘭花 所以它沒有伴隨著名牌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呢 當初啊 會買它的原因是因為呢 它的葉子上面有隱性的葉斑 那一般來說有隱性的葉斑呢 你就比較能夠知道它一定 父母親本呢 就非常接近幾顆 有葉斑的原生種 那這邊呢 就是它葉子的一些隱性葉斑的照片 那這顆蘭花呢 在2020年的1月底的時候呢 呈現了非常積極的 根系生長的一個狀況 那它當時呢 已經開完花的那一段花梗呢 有呈現逐漸枯黃的現象 不過呢 在它的第一個花梗上面的結呢 的部分有開始出就是長刺花梗的跡象 所以當時呢 我就沒有對它進行了換盆 而是就是把它一樣放在我平常放置它的位置呢 就是接近窗邊 然後讓它的刺花梗繼續來成長 當然有些人呢 會不喜歡刺花梗 而就是開完花就把花梗從 跟就是底部的地方剪掉 那那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像我的話呢 有時候多看一次它開花的 就同一個開花週期 多看一次花 其實我覺得也是不錯 所以有時候我會斟酌的 讓刺花梗繼續的停留 然後讓它繼續的長 那一般來說啊 其實如果你把花梗全部剪掉之後 那它重新長出來的花梗呢 通常都會比較粗一點 會比刺花梗來的粗 而且呢 它的花朵數量呢 也應該會比較多 因為一般來說 次花梗長出來的這個蘭花呢 朵數會少一點 而且花型呢 也比較容易會小一點 所以在養護上面 養分上面呢 就必須要非常到位 才有辦法維持原來的水準 那這邊呢 呃 一樣的就是你看它前面 剛之前開花的那個花梗的部分 一樣是漸漸的在枯黃 那我還是一直都沒有剪它原因 是因為它還沒有完全的乾掉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是已經可以斟酌的 又把消毒過的剪刀來進行修剪了 但是呢 你也可以等到完全乾 那我是在三月底的時候呢 決定把它剪掉 因為 所以四花梗上面的花苞 花已經長得差不多 我就想要避免 就是之後的一些不必要的打擾 所以就先把它剪掉 那這顆花呢 一開始它長的三個花苞 就是這樣了 它沒有再往前長 但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地方 是它自己本身的這個根系 氣根的部分 長得相當的好 在肥料上面呢 我也沒有特別對這顆蘭花 做什麼樣太多的施肥 但它的這根系 長得可以說是相當的飽滿 那在四月的時候呢 這顆蘭花的第一朵花呢 就是差不多要打開了 我在這顆蘭花在長花梗的時候呢 我對它的這個擺放位置呢 都一樣就是在這個位置 窗邊的左邊 那它是在面向南邊的窗邊 所以在中午的時候呢 會比較接受到多一些的陽光 那因為呢 這顆蘭花一直都在那邊 所以呢 就是就算說中午啊 南方的這個光線進來呢 稍微久一點的這顆蘭花呢 是已經適應 所以不會有影響 那 這顆蘭花因為它是刺花梗 所以說 當它在長花梗的時候 我的肥料上面是 其實有減少的 我沒有對它進行做 就是做太多的這種 強迫式的這個施肥 這顆蘭花呢 我之所以會買剛剛說到 是因為葉子上面的隱性斑點的特色 不是因為它的這個白花 因為說 老實說啦 就是白色的蝴蝶藍是 我們大部分最常看見的蝴蝶藍品種之一 那但是你仔細看一下這顆蝴蝶藍喔 它其實它唇的部分 它尾端的這個花唇的部分 它有兩個非常細的這個小鬚鬚 像鬍鬚一樣的這個小尖尖的鬍鬚 這部分呢 跟我白色的這個 台灣阿嬤 或者是白色的桑德 他們的這個唇啊 非常的類似 所以這顆蘭花呢 我個人的猜想是 它可能有桑德的基因在裡面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這樣子它的葉子呢 呈現了隱性的葉斑 不過這顆蘭花 跟其他大部分的白色的蝴蝶藍 一樣是沒有香味的 是唯一其中這些 蘭花優點裡面 唯一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至於說這顆蘭花 因為它是迷你型的 所以它價格也不貴 我記得當時好像也就是五塊錢 五六塊錢美金 這樣的一個價格就夠得 那它呢 原有的容器 是在1.5吋的這個小盆 可能1.5吋都不到 就非常小的一個塑膠盆 那 它 就是 我後來有幫它 就是稍微的 處理一下之後呢 我又再把它放回去 它那個盆 就是很小 但是呢 我不願意去對它進行換盆 是因為它的刺花可能正在長喔 但是 呃 像於四分之一杯比較長 通常一點 原因是因為呢 它的這個戒指本身比較少 那如果在水量上面也給的少的話 其實它很快就真發掉了 因為這個容器非常的小 所以呢 我有時候給它四分之一杯水 讓它確定它吸飽之後呢 如果有多餘的水我會進行倒掉 否則的話呢 我就 看它不會低 我就把它放回去 它原本的地方 那說到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稍微來談一下 這個蘭花容器大小的一個重要性喔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個錯覺 都會希望 覺得說蘭花長得不錯 那就希望有更多的空間 讓蘭花的更隙去成長 其實這樣的一個觀念呢 有時候你要稍微去矯正一下 喔 不是說完全不對 但是呢 呃 應該這樣說啦 蘭花的確會有它需要換盆 然後給它大一點容器的時候 但絕大多數的時候 都不是那樣 都不需要 原因是因為蘭花其實它的根系 它比較喜歡 有穩固 喔 那 比較喜歡小容器 因為它的蘭花根系呢 喜歡 比較喜歡因為小地方 而都 就是 緊密的糾結在一起 這個對蘭花來講啊 其實 蘭花要長得好啊 它很多時候就是 需要一個很穩定的地方 那你盆子過大呢 基本上 它 要花更多的精力 才能夠把那個盆子 就是空隙用根系填滿 喔 花的精力比較多 另外一個比較 我覺得容器過大的一個危險 就是 你戒指相對也比較多 但是你容器過大呢 就有相對多的水分可能留在容器裡面 進而 因為 這樣子 而導致於水分上面量的掌控 比較不容易 喔 所以這也是呢 為什麼蘭花的容器寧願小 也不要過大 那再配合小容器 你就要去考慮到戒指 你要用什麼樣的戒指來種 是合適的 那因為你看這個杯子已經這麼小了 那原本的戒指就是水草 所以呢 還好 是水草是比較有吸水性的 保水性的這個戒指 所以說在容器小的時候呢 如果你要 能夠不要 能夠避免掉每一兩天就需要澆水呢 你就可以用吸水性比較好一點的戒指 來幫助你 就是延長它乾濕周期的一個循環 假設你這邊的環境是濕度很高 然後你又有時間可以每天澆水的話 其實小容器搭配 比如說 樹皮 或者是搭配一些無機戒指 比如說火山熔岩 或是一些石頭 就是排水性很好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像我個人的生活方式呢 還有就是給蘭花澆水的一個周期 我是比較喜歡 就是不要太過於頻繁 所以說呢 一周一次為原則的話呢 這顆小蘭花 其實在小杯子情況 配合這個水草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對我來說 對這顆蘭花來講啊 目前來說是達到一個蠻不錯的平衡 那這顆蘭花開完花之後呢 我在六月中旬啊 有把它的這個花梗剪掉 然後把氣根重新再種回去 原來的這個杯子 原來的戒指 目前長的狀況還相當不錯喔 有機會再跟大家來更新它的狀況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